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又麻烦你了 太棒了 好 阿泰师傅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今天闻到了一股韩国的味道 我们今天的料理叫做什么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的韩式泡菜 韩式泡菜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小菜之一 但是据我所知 我看电视很多在烟泡菜 功法都很琐碎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家里面操作 应该是很难吧 一点都不难 很简单 简单 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吗 没错没错 哇 非常期待 这个真的很值得学起来 好 我们今天准备什么 好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食材 大白菜 这个大白菜的话 我相信在市场应该常常看到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挑选 如果是要来做泡菜的话 那我们尽量选是根略厚 根略厚的 叶嫂 哦 反而要吃根多一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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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太老 不要老过头 它表面要保持是漂亮完整的 了解 对 不要有黑黄或是烂掉 那我们新的部分也是要保持白亮 不要有黑掉烂掉的部分 了解 那我们今天是对切嘛 所以我们买一整个口来 我们也是对切啰 对 没问题 好 然后这个是精髓啊 对不对 对对对 红萝卜 还有白萝卜 是的 然后呢我看到这边有这个酱料 这个是我们的花生辣酱 嗯 对白糖 白糖 对那这是我们的韩式辣椒粉 辣椒粉 这个就是白味噌 这就是安耀水耀的部分 一秒把你味蕾带到韩国去 是 那这里呢 这个是我们蒸过的红萝卜 它是主要在这个泡菜里面是 它是做一个调味跟口感上的作用 原来是这样 是的 是的 然后我来看到了姜 是 糖 还有这个白醋 是的 我可以帮你 师傅你可以跟我讲 好 没问题 那先请袁介来帮我切萝卜 好 切成粗条 粗条 是 OK 那不要太细 OK 因为我们希望它最后有点 保有口感 OK 我们先直直的一半 对切 这样子 好 小心喔 轻轻的 慢慢的不急不急 可以稍微敲一下 OK OK 那可以这样子平面站住了 嗯 我们就开始切 切粗片 稍微有点粗度 它的厚度大概是0.2 0.2 对 可以吧 OK 没问题 那我们再切粗条 切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腌制的时候 它水分释放它就会开始会Q了 对 是的 如果你现在切太细的话后面就会变得很细很细很细会没有口感 切粗条 是 那实际上还是依个人喜好 我这个粗条可以吗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 嘿嘿嘿 嘿嘿嘿 来看看我跟师傅的比较 我的略粗 我的略粗 略粗略粗 对对对 没问题 因为我就是 我的粗的定义 就是 OK啦 蔬菜棒 蔬菜棒 没问题没问题 好 先来处理这个白菜的部分 OK 白菜我们直接先去腥 喔这个腥要去掉 是腥要去掉的 师傅会不会理啊 等一下做完了泡菜啊 我胡萝卜还没好 泡菜都腌好了 我还没好 不会不会不会 我快了快了 差不多了 我加速我加速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有有 我们不急我们不急 OK 完成就OK OK 好 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教大家 切白菜的部分 OK 对 我们刚去完新之后 我把前面叶子 跟后面后梗的地方 先一刀分开 是的 因为它刀数不一样 了解 是 那一般 其实韩式泡菜的话 一般韩国在盐 他们是没有切的 对 我有看到电视上面 它就是一层一层抹嘛 是 它一层一层用抹的 那我们这一次呢 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家庭版的 那你有切跟没有切割差异 在于它的保水度跟脆度 是 是切了之后 它保水度可能会差一点 了解 对 但是不会有说很大的影响 OK 对 可是它腌制入味就快了 哦 那在家里面其实切完之后 放就可以很快可以享用了 是是是 没错 OK 好 这里也要再切 这里也要再切 要再切 大概就这样 好 那就麻烦原界帮我们把红白萝卜都下去 红白萝卜都下去 是 这也可以在家里面跟小朋友动手一起烟泡菜 是是是 那梗的部分我们就选择三刀 梗的部分三刀 执三刀 OK 直直的我们一刀 左右各一刀 OK 对 对 先直三刀 太大的话你分两半切也没关系 横的一刀 嗯 对 如果说你希望小快一点的话 入味再快一点 两刀也可以 哦 了解 对 反正就是越小它入味越快 是的 OK 但是保水度跟脆度上就会有差异 了解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拿捏 OK 对 所以其实泡菜的脆度 是在于这个前置作业 可以自己针对自己想要吃的口感 去做调配 是是 好 看起来刚刚用食材准备一点点 又一大盆 又一大盆 经济又实惠 是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抓盐腌它 抓盐去腌它 是 看起来因为泡菜的关系 所以盐份稍微多一点 是是是 OK 尽量让每一个菜都有吃到盐巴 像这样子的泡菜啊 是 我们如果腌好摆在家里面可以放多久 如果 我们最后压干的程序处理得当的话 其实基本上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是问题的 都可以摆在冰箱里面 是是是 所以它脱水的程序尽量要做得完整一点 了解 越来越湿了 是是 然后我发现刚才不好拌 因为它那个很多白菜都比较硬 对 现在好像比较软的 开始出水了 对 好了 那我们这样子抓盐就算完成了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倒入我们的绿色菜盆 然后呢 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要有个重物压上去 是 然后我就准备一个祖传的石头 这样子 现在这个压的动作是 你只要准备重物东西 对 放上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是 主要是为了什么 排水吗 对 主要就是为了排水 哦 像这样压 对吧 对 越重越好 好那我们这样压大概要多久时间 呃 一般希望是至少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 哦那刚好小朋友如果今天不听话或犯错 罚站 哈哈哈哈 刚好一个小时 没有啦自己在家里面找重物 然后把它压着 所以一个小时之后它的水分就会脱掉了 对 它就会开始脱水 好 然后我记得知父今天有带一个压完之后的半成品 对不对 是 这个是脱完水之后的 然后当我们盐巴腌完它出水完之后 我们还必须用水把它洗净 把它的盐分跟深水洗掉 了解 所以这个算是已经 已经 把盐分洗掉的状态 对 然后再把它压干 很软欸 对 然后感觉很juicy 在压干 水分都包在里面了 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可以吃了对不对 是是 它就是可以吃了 哦 对 不咸 很清甜 这个就很好吃了 是 OK 但我相信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调我们的韩式酱 哦 这个是花生辣椒酱 花生辣椒酱 是 白味噌 白糖 我们的辣椒粉 我们把所有的食材都拌在一起 是 白味噌的感受就有点 有点是不是取代韩国的那种辣椒 韩国的那种味噌酱 是 没错 可能韩国那种味噌酱可能会有一些混的东西 对 它有虾酱的部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代替 是的 是的 OK我们搅拌均匀就好 对 它的浓稠度会比较高一点 OK 对所以我们尽量有打蛋器的话 家里妈妈尽量打蛋器 不会很难搅的 只是说希望把它搅匀这样子 OK 搅匀就好 那我们先放旁边会用 那我们现在来做另外一个调和 生熟的红萝卜 红萝卜 姜 姜 然后再下一次白糖 跟我们的白醋 那我们直接用破壁机来打匀就好 好 我知道为什么要师傅今天用红萝卜了 是 颜色也漂亮 是是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流渣 水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要渣啊 我们要渣 哎呦 原来是这样子哦 没错 我以为是要它的风味的水 然后给它进来 好再把它拌匀 是 现在那个辣椒酱的味道 层次又不太一样了 多了一点姜的味道 刚才其实就是 韩式辣椒粉的味道 现在多了一个姜的味道在里面 是 好之后 脱水的白菜就可以进来 OK OK 就把它拌在一起吗 是 哇 这样子真的方便很多 其实你样子一层一层的涂啊 其实比较高纲 是 你这样子做其实全部拌在一起 对 就完成了 对 我们直接做抓烟动作就好 那这样子就 好了吗 可以食用了吗 还是还没 我们尽量把它放在保鲜盒里面 然后再去腌制它 是 我们需要腌制一个晚上的时间 哦 所以这样子一个晚上 其实隔天就可以录菜 就可以吃了 是的 隔天就可以享用了 OK 拌匀之后就整个进来 其实很简单 没有真的好像看到电视那种很复杂 工序很繁复 好 这样就完成了 盖起来之后 拌大冰箱 是 是 好那师傅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也有准备了一个 昨天就腌制好的 看一下 就是 这个像是 刚涂上酱 然后感觉很重一些 当 这些蔬菜释放甜味之后 它反而变得清淡 是 它就中和掉了 你前面的辣粉的辣味就会消失 对耶 是 好不好吃 由我来鉴定一下好不好 看起来很简单 没想到泡菜这么简单 来 来 吃吃看 很清甜 是的 不辣 但它带着韩国辣椒粉的韩式的味道 是 真的可以让你一秒到韩国去 到韩国 但是 这样吃我觉得 很甜 好吃 可是好像师傅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有有有 今天 什么东西 我帮你准备了 哈哈哈 对 来 你怎么知道我想到这个东西 是是 阿泰师傅真的很厉害 他不管做什么东西 他的东西都是很下饭 之前做过咸嘴鸡 很下饭 这个客家小草也很下饭 不要看到这个平淡无奇的泡菜 简简单单 配一碗饭 咬一个泡菜 配一口饭 人生就是这样子 满足 喂 好吃 是 越嚼越甜 然后他的辣味真的不见了 小朋友也可以接受 在家里面坐起来 放在冰箱里面 随时做菜 给一个小菜 哇 真的很棒 很过瘾 好吃 学起来 素食的韩式炸鸡 我找不到鸡在哪里 是 鸡在这里 这个不是白花蝶菜吗 是的 它就是我们的素炸鸡 好厉害喔 我现在看起来 你在翻动它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像是炸鸡在翻动 是 诶 这炸鸡嘛 刚才的泡菜真的是意犹未尽 好好吃 白饭就被我消灭掉了 据说接下来 一样带大家去韩国是不是 是的 接下来这道料理叫什么 我们来做一道 素食的韩式炸鸡 韩式炸鸡 是 但我其实看了现菜这个桌上 我找不到鸡在哪里 是 鸡在这里 这个不是白花蝶菜吗 是的 它就是我们的素炸鸡 它可以做成炸鸡的口感 是 是 诶 这可以学起来喔 好 那我刚才 我这边看到了一个 我刚刚很熟悉的东西 这个就是安aseo 对不对 我们刚刚有看到了 那这里呢 这个是我们的石螺 石螺 对 胡椒盐 白醋 番茄酱 这是玻蜜果菜汁 玻蜜果菜汁 是 鹿菜 鹿菜 是我突发奇想想到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玻蜜果菜汁 鹿菜是什么味道 那我真的很期待 怎么样子如何把一个 白色花椰菜 做出韩式炸鸡的口感 是 开始 好 那我们先来处理一下 白花椰菜 OK 是 那我们一样把它梗去掉 那梗还是一样可以吃的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们一样削皮 切切片 对自己可以处理 那师傅为什么会选择白花椰 如果今天用别的可以吗 还是 其实也是可以的 OK 对 只是说白花椰炸起来 对 它的感觉 它的外观 对 它那个 裹粉的效果 它是最好的 哦 最像 最像是 还是炸鸡 对 所以我们选用它 OK 对 那白花椰的话 我们不要改得太小朵 对 尽量可能的话 真的其实蛮大的 这种如果要做 这个冷盘旧口的话 稍微大一点 对 大一点好 好 来 那麻烦袁借 要帮我调个韩式辣酱 这个我刚看了 我已经学起来了 那我现在来调我的粉浆 韩式辣椒粉 糖 白味噌 这个东西我刚才还没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 这个是什么 北港花生辣椒酱 对 我只能说这个辣椒酱 其实大家常常会看到 它有点像是这个 中南部的辣椒 南霸天 对不对 是是是 你只要在台中以南 这个吃面店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一罐 不行 味道不对 是的 就像没有吃饭一样 没错 你没吃过这个辣椒 不要说你有去过北港 对 你没有来过 是 但是把它入在韩式的辣椒里面 没有违和感 是很搭的 好 在搅 我有一个问题啊 师傅 因为现在这样子搅 其实刚才你也有在搅 是 这个主要的东西是要把它搅匀 对不对 对 是 但是里面有白糖 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办法 而且白糖这样子就可以匀吗 其实白糖基本上来讲 你放着接触到空气中的水汽 它都是会溶结 时间的长短而已 所以这样放进去 其实它就会溶解 不会有糖的颗粒感存在 没错 它加上等一下我们还会拌入其他的酱料 对 OK 那师傅你这边呢 你刚刚加了粉 然后湿粉跟干粉 对不对 那湿粉上面是多加了姜黄粉进去 对 多加了姜黄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要热油 OK 炸我们的酥炸鸡 我们先加干粉 先烤干粉 是 OK 这个干粉我们的粉是中筋面粉 是中筋面粉 把粉稍微的退掉一点 对不对 拍一下多一个粉 之前我有跟你学过 然后再下来粉浆 再粉浆 可以这样子搅拌啊 真的糖的颗粒不见 刚搅的时候还会这样子 很多颗粒感 插插插插 现在没有了 哇好漂亮喔 把我们尽量抓匀 是像这样子 如果都能包覆住的话 喔 很漂亮 这样就完成 OK 这样子OK OK 他不会很多这样一直滴下来 是是是 OK 絲粉完了之後我們再回來一次乾粉 一樣齁 多甩掉 之前 阿泰師傅教的是絲粉完之後加麵包糠 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是直接再回來乾粉 我們先均勻上剩下的乾粉 真的都沒有脫落耶 它粉很 牢牢的趴在上面 再來一個小秘訣出現 小秘訣 我必須要學 是 我們稍微用手 抓一下 扭一下 整個食材 沒有 大概就像這樣子 抓 扭 抓 扭 為什麼 再拌 炸出來你就知道 OK 然後 拌一下 再抓 扭 再抓再扭 再拌一下 這樣子 這個真的是一點點訣竅喔 是 現在可以大概看一下 我們這好像會有一點 砍稀砍稀的 對對對 我們要的就是它 它有點像是我們要準備捏 餃子啊捏水餃 它有一點還沒有成形 捏成的 粉團的一點點的感覺在 對我們要的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都上了之後 均勻的 大概 我們稍微抖掉一點點粉 OK 然後測一下油溫 好現在油溫到了 這個油溫大概幾度 OK 也是我們大概 178 OK 標準炸東西的油溫 就下了 很漂亮耶 一下去馬上金黃色 好厲害喔 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知道為什麼了 它讓那個薑粉有一種 絲絲可以讓它更脆對不對 會多了一個 更脆的口感在 在這個 雞上面 薑黃粉加了在麵粉裡面 當絲粉 其實它炸出來的效果就是真的會很漂亮 就一個訣竅啦 對 對 師傅 我覺得我的手 其實很酸 OKOKOK 休息了休息 休息 休息 你沒喊 我們可以了 我不敢聽 沒有沒有沒有 隆起就可以 那我可以試試看看現在這個醬嗎 OKOK沒問題 都忘了跟你說可以 吃吃看喔 其實這個醬最重要 現在這樣炸呢 還沒有到韓國 必須要這個醬 它才有辦法到韓國 吃吃看 甜口 不辣 但是就是到韓國 的那個層次 好 一秒就到韓國 一秒到韓國 很好吃耶 OK 而且這個是符合台灣人的胃口 加了那個花生辣椒醬之後 是 把它融合起來 對 我們台灣人就南部就喜歡吃一點這種 甜甜酸酸辣辣的 對 是 我們大概炸到什麼樣子的感覺 一樣 外表金黃酥脆 對 因為其實 這個花椰菜它本身其實 稍微熟就可以吃了 對它很快就會熟了 可是我們需要就是因為等一下我們上將 怕它外面的 表面的酥皮會太快的軟化 了解 所以盡可能我們炸的酥脆一點 了解 不要太急著起鍋 我印象你的韓式炸雞就是炸完之後再加醬下去炒 是 對不對 是 OK 那我們今天是用拌的對不對 我們拌的就好 是 啊 那因為花椰菜也是熱的 它炸完是熱的 所以碰到了這個韓式醬 它就融化了 它就融化了 對 我現在看起來 你沒你在翻動它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像是炸雞在翻翻動 是 而且我覺得 阿泰說每次炸東西我覺得都很棒 因為 它每次炸東西都沒有什麼油煙 因為其實在家裡面起油鍋油煙都很重 可是它 還好 就是沒有什麼油煙 而且 很安靜 很乖 你是看它很熟是不是 還不 還不錯熟 對 因為通常我跟我的油鍋都不太熟 它每次要攻擊我 你知道嗎 東西放下去它就要攻擊我 不會不會 對 好大家常常在家裡面可以試著做 是 油溫不需要太高 167就好了 然後呢 乾粉 濕粉 再乾粉 是 壓扭一下 可以做出更細緻的這個炸雞的口感 好 OK 這炸雞嘛 效果就是這樣 對啊 是 那我想問啊 師傅有很多那種廚師 或是我在電視上看到什麼 要回炸那些什麼的 那個是為了要做什麼樣子的 的 功用才要回炸 是為了讓我們的外皮更酥脆 因為像我們現在這樣炸起來的時候 它裡面的水分會開始釋放出來到表面 OK 我們稱之為反潮 了解 你水分出來之後外皮軟化 那這個時候你再下去 把它多一點水分 再爆一遍 對 它會更乾一點 乾乾脆一點 了解 那最後這個步驟還是要請人家來幫你 交給我 好 番茄醬 蓋醋 醋 如果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是是是 好 OK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 玻蜜果菜汁 你的創意 是是 為什麼要用玻蜜果菜汁 它的靈感是來自於像糖醋醬 對 酸甜 了解 是 拿台書真的是 很壞 它每一次 設計的東西就是讓我很想要配飯 是不是 很邪惡 好可以了嗎 OKOK 好 這樣就沒問題 我把它放這裡好不好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程序 就是 我們最好的素炸雞就直接進來做 攪拌 好脆喔 是 而且 從 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像不像那種 小雞腿 在裡面翻的 哇 很香 我在旁邊就是聞到 炸雞的味道 反而現在 麻煩幫我買個盤子 來 最深盤 這光看就很好吃啦 好厲害喔 然後你說好像 這個炸物會負擔很重 沒有 它這個 這個基底是 白花椰菜 又健康 是 容易的 容易取得 我這個小朋友 那種不喜歡吃蔬菜的 碰到這一道料理 真的完蛋了 全部吃光光 再補一點點的 胡椒鹽 胡椒鹽 是 可有可無 看自己個人口味 其實這個 創意太多了啦 就是 無論是要怎麼樣擺設 你自己的成品 這個主體就很厲害 哇 是 太厲害了 大師傅 我旁邊聞起來 它其實就是那種炸雞的味道 吃起來一點很好吃 而且 夠酥脆 然後炸得又漂亮 然後 废菜又簡單 好啦 接下來就是 令人興奮 又有一點點令人討厭的環節啦 就是我要來 試吃看看了 好 不破壞你的炸雞 我從旁邊這裡 好不好 好 okok 這個 這就是 韓式炸雞嘛 然後 它味道就是那種甜口 然後韓式辣椒粉 是不是 對就是真的讓你到韓國 好吃看看 很脆 是不是 裡面很juicy 完全釋放了 白花椰菜的甜 是 哇 好好吃喔 天啊 然後 不是那種你會覺得好像吃了負擔很重的那種炸物 它是清爽的 然後這個醬我覺得搭配 那個 花生辣椒醬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棒的 那個果菜汁 是 很棒 它多了一個酸甜感在這個 醬汁裡面 我覺得這真的是必須要 在家裡面的時候 多一點這個巧思 整道菜 深刺更豐富 這樣不夠啊 等一下分一分 大概絕對是 馬上搶光 太棒了 真的 一起學起來 再次感謝阿泰師傅 我也謝謝 謝謝你 幸福是湯 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 下次見 下次見 未來的 快樂 想看 我們在一起 還有一些 Nepen 現在我們可以 支撐 我們可以 再重新